接下來我們剛剛用的是A0是滑桿 如果你今天想用的是光線 光線是A1 那我們就要把它改成A1 全部都要改 這時候它就不是用滑桿來處理 這是用光線的大小 當我們按執行的時候 這是現場光線的大小 所以我要去遮光 在這個地方光明電阻 我去遮住光線 它數字就會變小 有沒有 那這個遊戲就會變成是光線 光感應的 遮光 放開或者拿手電筒照它會更亮 那所以同樣的道理 你如果用麥克風就要改A2 你就可以當它滑 大小聲 整間教室就會吵來吵去 那個校長走過去 就開始罵了 不過我們是在寫的是應該OK 所以你就知道說 你用的感測器是接在哪一個位置的 你就去改變那個位置就可以了 那看你要用什麼感測器 那如果你要用的感測器 沒有在這裡面 那你就外接 外接 好 那現在 我們就來控制一下 剛剛說我們用滑桿好了 用滑桿來控制 你的某一個燈的亮度 所以我就一樣要把滑桿啟用 所以我滑桿啟用之後 它一樣是輸入 但是我要控制的燈 比如說我要控制9號燈 好了 569是可以控制亮度的對不對 所以我要用569號 那所以你這邊的類比角位 不是數位角位 數位角位它是輸出的 輸出的數位角位把它控制成 設定成PWF 那如果你要用9號燈 你就把它改9號 所以我剛剛這一個A0的數字 我要拿來控制它的亮度 但是有一個問題 剛剛的A0不是最大到1023嗎 那可是P調位最大到255 如果你直接塞進去 會不會爆掉 可能會不行 我們來看一下 數位輸出 我們就讓它輸出 我們就讓它輸出 9號燈 然後這個數字呢 就用A0 A0 好 現在是先這樣做 我先把滑桿調到最下面 好 當我按濾鏡之後 好 我們現在看的是9號燈 這顏色之前沒有關掉 好 9號是音頻 我剛剛沒有調回去 所以把它調回去 順便講一下 如果你現在設定的是那個 這個 它一樣會發出聲音 好 我先把它調回那個光線 好 9號是綠光 那我先把另外那個燈關掉 這樣我看的比較清楚 好 剛剛5、6、9 好 先把這個按鈕 然後這個要先關掉 好 出醋 好 出醋 好 這三支都設定好 然後這個我要先關掉 所以 通常我們一開始會有個initial 就是设定的部分 我们通常会把它全部关掉 当你写程式写大的时候 我们通常一开始启用完之后 会把它全部关闭 这是初始值 有的人会跑一些你量我量他量 会测试看看LED有没有正常 这通常是机器开机的初始程序 那我一样执行之后 5.6.9 这边可以改造PWM 现在灯是全关的 因为它已经初始值了 然后现在我往上 有没有 绿灯越来越亮 可是当它亮到上面就不正常了 对不对 因为那个数字已经超过255了 所以它就反应好像不太正常 所以就要记得 当它会超过的时候 适度的做一些运算 然后处理4 这样应该才会比较正常 所以越来越亮到上面应该是最亮的 然后到下面就比较暗了 所以你就可以借由这一个输入来控制你的输出 至于你要用哪一个输入去控制你的输出 就可以自己决定 根据你的真实情况的需要